接著是 White Move, White Move就是一間地產店 我們現在經常上去看那些樓房的資訊公司 因為這個,這是全世界都流行的一個版塊來的 不如說說少少英國吧,因為我們主力都是講英國的平台 英國你好像也有買一些股票 是,英國我有買股票,我買了好幾間的 其實有幾樣東西,第一是賭博公司 英國賭博公司大家都知道很領先 但其實主要一間就是Flector Flector就是在美國做得比較好的 你說領先的意思是怎樣? 英國賭博公司一向都是全世界 即是說他的那個採詞很大 即是傳統上他們是英國賭博公司 即是全世界都是在那裏 即是很多分析的嗎? 是的,美國又開 其實現在美國那些新型賭博公司 其實都有些是本土的 因為現在賭博公司和上一代不同 現在賭博公司,以前那些賭博公司 現在都還是這樣的 即是你有個賠率在那裏 然後接著你去買就算了 但是新的那些呢,你就會有一堆KOL在那裏 又可能你和我有個BITAS 那他做個平台 即是抽個水 就變成有一堆討論區給你在那裏 其實香港馬會都盡量現在想轉做一些 比較上這樣的社交媒體形式 Flector做得比較好些 英國公司 另外那些其實是美國 另外一些就是倫允交易所 倫允交易所做得比較好些 那接著是WhiteMove WhiteMove 就是一間地產公司 我們現在常常去看那些樓房 那些資訊公司 因為這些賭博更加旺些 這個是全世界都流行的一個版塊 其實就是把地產經紀電子化 這個是一個大潮流 那接著還有一些做得比較好些的RB RB是一個例如迪路 什麼杜雷斯 一大堆那些品牌的Owner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做得比較好的品牌 那英國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們的股市 其實是因為大家經過脫鉤 那些錢不進去 但是就令到一些比較好的公司 其實是對比其他美國那些好的公司 就是有價值的 最後因為時間關係 2021年你還會不會鼓勵年輕人 繼續好處去找摩托盤去炒股票 我覺得會 其實我覺得你看下去未來的十年 都繼續應該是炒股票為先 因為你看下去這十年的世界會變得很厲害 當然風險也會很大的 因為你中和不中就差很遠 即是股票就看你中不中 那十年其實是 因為那個多銀紙的背景大家都知道 跟著就是看你的公司 要不是我賺錢 要不你被人賺錢 你話說RB有沒有上市 RB沒有 其實我覺得類似的 富途我覺得是相似的 因為富途其實都是香港那裡比較相似 另外就因為它跟傳統的網上機器都不同 富途你知 富途英文是什麼 富途 富途 即是好像牛牛圈 你有一堆人教你怎樣炒股票 亦都 他又給一個 你的原額 好像阿里巴巴當時有個原額簿 然後又有些基金給你買賣的平台 變成你的閒錢匹在那裡 你都可以很 立起來 不如說回那個態度 你覺得2021年 你都覺得可以繼續 繼續的 可以繼續 我覺得是繼續 那 差在你 你可不可以抵受你贏輸 但我覺得年輕人的好處就是 你輸死都不是死 還有一條命在那裡 你輸 可能你輸20萬你已經想生想死了 但是20萬其實你一定可以賺回來 如果你跟著下去那些你怎樣都可以賺回來 輸一個月糧 用一個月糧來做一個標準 還有你現在的洗費太便宜了 跟我們以前的年代不同 你不用下下100元 100元 現在真的平得很高 對 OK 好了 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們講到這裏 再提到一次 接下來 Alex 黃國經 就會跟我們三個 即是跟我們兩個 一起 會在這裏講座 你留意我們稍後公佈的時間 OK 好 講到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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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